现在刘思润很明确 我揭发球都一般 我没有机会 我就一般搓长两条线给你 你有本事你拉锁 两人都是一样 我觉得他们都是 就是说搓长以后 然后把两人都防死 防止你两条线 好球 好球 场外的这个 有些这个观众的对场内 运动员的干扰还是比较大 所以现在国业应该叫个暂停了 我看这么下去很危险 因为很被动 对 他们就是应该是这样 你讲停一下 因为什么现在就说 你包括场外的干扰 就是两次都是他提出来的 留室门并没有什么 那当然正好他这个是在这个面 每次都是他换到这边的时候呢 对这边干扰 好像结果就是大 下输的可惜 对 好球 暂停之后我们看到锅月 马上可能确实要改变一些套路 打法 四边 锅月加了白短了 我看战数的变化会起到什么效果 对 5比3 暂停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 这几个球很关键了 对 国业发球 高了 哎呦 这个球可惜 可惜 他打没打中 机会 打的呢也是出界 如果刘顺恩要赢了的话 那么这个李小霞的希望就大了 理论上希望大 那也要看李小霞自己 因为我们说到李小霞还有一场舞羊 对 这个舞羊呢 也不好打 也不是很难缠 但是 但我刚才看了一下 舞羊的状态也有点 不是像开始打那么好的 因为锅球打这种比赛更累 22场球 赢每一场球都能飞进 但从理论上讲 我觉得 舞羊还是有希望的 尤其是像李小霞 这么长时间没练习 对象销球打法 他不练的话 他可能对玄男的 这个吃不准啊 无比食物增多啊 那就能创造机会 7比4 刚才是接发球出现的失误 漂亮 好球 好球 郭越要输了肯定是没希望的 他输三场 郭越输三场 不见得 也难说是吧 万一李小霞输不输了 不过也三场 那就李小霞上 他俩之间 他俩之间是郭越上 郭越是赢了 郭越还有一场 就是打郭延 这也是郭延一场 也是郭延 但是这个很有意思 对 如果郭延再把郭越赢了 三人都输三场 对 现在郭延输三场 如果郭越 郭延再把郭越赢了 那 郭越输 不行 郭越输四场 郭越输 这样的话 李小霞和郭延 那就郭延 是冠军了 郭延昨天是胜 也是 李小霞也是赋予郭延 所以说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像最明显今天就是郭越和李小霞 他俩都不输球 就冠军了 李小霞输了 郭越冠军 如果是郭越输了 李小霞不输 李小霞冠军 对 谁不输谁冠军 这个形势很明昂 就是说 郭延还有机会 对 刚才这板球 胆子很大 很果断 看出来郭越底蕴 前三板的能力 还是非常有数 7比9 有一个 这个球 现在对郭越来想 是个很好的机会 对 6比9 连板三分 这个球 你看大家看 特别明显 大家都在拼不反手 谁也不敢变热手 好 这个球 郭越旧的也漂亮 刘四文房的也漂亮 是 这个是高级球 高级球 现在到赛点 10比9 漂亮 郭越的这板反手上手 拧了一碗 手腕的发力非常大 手很转 你看在这样的被动的情况下 郭越的赶搏 这些也不简单 不简单 是吧 这时候赶挑不容易 所以我说了 刘四文现在到这份 他也会产生一些想法 真到赢的时候 在处理球啊 这明显没那么自估 接花球 你看这板球出了 对 又高 又没质量 好球 这打得漂亮 11比11 这个你看 郭越就是有一个旋转的变化 这个球反手拉的比较转 而且落点比较好 在中间上 是吧 你光快 没有旋转 没有落点 是吧 力气就不会很大 对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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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发力 其实这个球 就郭越主要还是在节奏上 应该正时候你放下来点 或者反手落点 再给个中间 对吧 你就给了反手位 这个刘四文的反手 这个反手抽得非常好 两条线 葛东达抽了你 你看这个球是最典型的 刘四文一般夹钻长球 对吧 郭越这个正好看出来 就功底还不够 对吧 拉 强行这种 底线长球 从下旋的能力 十三比十二 好好球啊 好好球 这个我们看到 郭越就是第二板 他拉了一个清楚 刘四文没赶到点 你看他跳了一下 因为这球轻短了 在这次郭越打得很充益 不是强行的发力充 十三比十三 现在郭越又雷钱了一顿 现在郭越又雷钱了一顿 哎呀